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撇嘴而笑 并用上靠着双手和手笔弯A 既又传出孙安佐案件 在宾州法院网站显示为结案 即将被遣返回台 据苹果日报报导 孙安佐案显示为结案 CLOSPD 显见迪英重金委任的两名王牌律师凯雷 可习可策略奏效 以于检察官谈定认罪协商 未来不再需要生理程序及开庭 孙安佐在执行认罪协商的行动后 就可签返回台 对此 孟宝志电迪英 他未接电话 无法窒息本台日期 不过TVBS著美记者李嘉辉 在连出POM的连 所谓CLOSED结案的部分 是在Magisterial District Court的部分 在与审评结束后 因为确定案件进入下一个阶段 所以一到C-O-U-R-T-O-F-C-O-M-M-O-N-P-L-E-A-S-O-F-D-E-L-A-W-A-R-E-C-O-U-N-P-Y 宋安佐案件是从地方法院结案 并移交至德拉网军民事法庭 据查 孙安佐案是在上月30日 移交到德拉网军民事法庭 卷宗上指出 预计在当地时间 本月23日上午8点开庭 孙安佐案件传结案了 翻设次三例新闻 孙安佐在上月30日 移交到德拉网军民事法庭 预计在当地时间 本月23日上午8点开庭 独有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